大家好,现在是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 下午4点16分 记住,电跌下来当美金饭先乐观面对市场上 现在看过很多成交,有很多机会 后面这间就是这个爪换店 现在站在黄大仙、淘江村和奉德街交界 先考虑你,做这个爪换店最难是什么呢? 这间爪换店后面就成交了780万 是6月28日的时候签约的 先看看基本资料这间780万的时候 上整间店铺子 好,看完之后帮你和你兜个圈 这间店铺子,淘江村到33号 这个地址就是百利堅地下2号 卖了很久了,这段时间卖了这个 但之前一直不肯减价,一直不肯减价 一百多万,又说一千万开始 然后就九百多万,八百多万 然后780万就成交了 OK啦,这间是OK的 那么,楼宁就17年,跌了面积200尺 实用面积的时候,大概89尺乘15尺 现在我开始跟你说In Terms of Zone A In Terms of Zone A的意思是 我用香港的standard 你计算头10尺,我计算1 之后那10尺,我计算1半 再之后那10尺,我计算1四分 再之后那些的时候,我计算1八分 其他remaining area,就当是1十分之1 所以In Terms of Zone A的话 这间店铺子的形容就是110尺 RICS,用回王家协备的时候 王家差异斯协备,它就说是用20尺 但香港的铺子比较小,香港现在用 用best judgment,我计算是用10尺去计算 虽然In Terms of Zone A这个位置 就计算是110尺 讲回尺价才可以比较 只要用尺价去计算,这里用尺价 用尺价大概是7万1千元港币一尺 差不多这位小小店铺子 在天祖要比较到,否则 你用Apple和Orange很难 去比较有些门蜜蜜,有些门蜜蜜 这里租客就是轻劫的找碗店 租金23100元,到2020年 刚刚签了,签了买入来 到28号,只是会很乱 但这个位置我认为5分位 因为为何呢? 等车过了才会很吵 计我所知道,这里人流多,车流多 但可惜一件事,这位不是罪脚位 黄大仙这位不太看到前景 最重要是,以我所知这间店 应该我们去查一下 因为我们都还过一家 等车过了才会很吵 还过一家,因为这里是没有耐水 应该是没有耐水,所以没有耐水 所以没有耐水便会比较大一点 那些火热车是这样的 在开家购店的时候,和这个海关 要拿金钱服务营运者的牌照 经营者的牌照 这个牌照的时候,除了找碗店 分两种,一种叫做Money Exchange Money Changing,即是找碗 另一种是Rub Money Remittance 即是汇款服务,是两种不同的牌照 纯粹是汇款,或者是Exchange 是两种不同的牌照 在香港的时候,拿牌照以我所知很容易 你最重要是一个适当的人钱 适当的人钱的意思是 你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很犯罪的记录 甚至你没有做什么不法的事 你已经是适当了 一般人都可以申请到 当然如果你有经验的时候 申请到会比较容易 但反而你找碗店最难是什么呢? 最难的地方是你银行开户口 你真的会封银行银行开户口的时候 跟你说你开找碗店,肯定开不了给你 因为房子洗黑钱也好,恐怖分子也好 通常都搞疑难了很久 留难了很久 而我所知,我身边很多朋友 做开找碗店,如果是第一次做找碗店 申请银行银行开不了 搞你一年多两年都搞不了 所以这是最难的地方 拿牌照一般几个月内 民海关已经能够拿得到 所以拿牌一点都不难 但找碗店是银行银行银行才是最难 抽回是最值钱 通常你找雜条 开监分店的钱 才能够做得到 但如果第一次开的帽 它是否正常会开cción 各发新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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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